小宝对战 罗小虎 谁赢了谁晋级八强 丁志秋刚才是第一个晋级 胜着八强的选手 现在对手是重庆罗小虎 小宝用这批 罗小虎用的是春丽 这个霸山好巧啊 一看就绿冲就上去就猛了 点了 对 差下断 距离再次被推开 我缓缓 你等等 好霸山 哇塞 一波接一波 看到没虎视进攻 非常犀烈 一套带走 小宝是 这是什么 上来不是要好好立回一下的 对呀 说好的打拳脚呢 我懂了 你懂了 我感觉春丽就要这么打 乱来是吧 对呀 你要去跟他打拳脚 真的打立回 真的感觉 并不占优势啊 但是你这么上去忙的话 啊 小宝的心态 是不是产生了 些许的变化 没有可能刚才是想 想两气吗 对 有三气 来了 节奏太快了吧 他就是打这种快节奏 把所有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上 对吧 看点 又拉开 漂亮 这绿冲 没错 他卡在那个距离 骗你第一次 然后绿冲 过你的 对 对吧 哇 真的很棒 他现在已经是一地零了 这下被截到了 小宝要适应一下这个新打法 选择推开之后呢 大胆前走投 还想用站中腿来摸个奖啊 哎哟 好对策 等得好 再重 要再多 危险性太高了 这个春丽 有没有感觉到 小宝现在在中距离的时候 本来是防反打法 现在也呢 到了自己的距离以后 该按键按了 对的 对吧 我想打插盒这种东西 不等了 等不到了 等不到了 哎 没事 这是一个套路吗 中角继续有利 好精黄 关板很难受 也有责 这下是不敢轻易地去拆的 这个责太硬了 好帅呀 没压好 有翻盘点 不是 很难啊 他清拳点这两下 他因为他想换边嘛 是想换边 但是他们这个都是 对春丽很了解了 肯定不可能让你这个 对吧 我只是说 我当时我想到的点是 我没有想到 小宝也会防 小虎的这个摆荷者 就是这个贺角落 贺角落 对 因为正常来说的话 可以 很呆呆的一个中断命中 后针 再逃 中断 可以 这是可以挡掉的吗 但现在血量 基本上我想 我觉得是绝对的优势了 是 只要摸一下 只要摸一下 就一下 可以 已经来到了小虎的赛点 嗯 两气在手 有风一扇 中距离还不能随便发 发这个鬼魂 哦 打轻了 但是一道连段 推板 还有一个硬责 直接拉后走开 差一点点啊 这个后中圈打得好 带三气 哦 带三气 他自己的斗气要恢复一下 缓一缓 但现在小虎的斗气很健康啊 对吧 低风百裂这也强 距离不够漂亮好确认这下 所有的资源都用了 哎打不死 能折到他要留两气 生死则来了 有没有弹发确认哇 可以可以 恭喜小虎 小虎 小虎 小虎